欢迎大家来到十方教育导演课程 本节课学习的字典是单反相机的近身原理和对焦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非常重要的近身概念 我们通过光圈谈到了光圈越大 画面中的清晰范围就越小 在镜头光轴的纵向方向上 清晰的范围就越少 而光圈越小呢 画面的清晰范围就会越宽 由此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光圈越大背景越虚 光圈越小背景越清晰 画面的清晰范围呢 在摄影上它的专业用词叫近身 指的就是景物清晰的深度 除了光圈大小与近身之间存在的关系 还有一些别的参数也会对近身存在着一些影响 在焦距的镜头划分里 广角的镜头拍出来的画面特征 视角非常开阔 透视比例被放大的更为明显 让近处呢更大 远处呢更小 这个是广角镜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近处呢很清晰 远处呢也会很清晰 这个清晰度呢是对比广角镜头拍摄的画面 与长焦镜头拍摄的画面来进行对比的 通过这些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广角镜头所拍摄的画面和长焦镜头的画面 我们撇开视角 撇开透视的变形不说 还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这个是广角镜头的画面 这个是长焦镜头的画面 长焦镜头无一例外 都呈现出背景画面非常虚的小景深效果 在镜头里面呢 还有一种特殊用途的镜头 那就是微距镜头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微距镜头所拍摄出来的画面 这张照片的主体是置于画面的正中间 从层次上来说 画面这一块是前景 这里是背景 这里是中景 我们注意看中景的位置 只有这一个区域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 其他区域呢都是模糊的 说明了景深也很小 这里是试图的 C-C C-C 这些微距的画面 也都有它的特性 清晰的是某一个区域 其他的区域都很模糊 那么根据刚刚的铺垫 大家就会发现 景深在我们拍摄画面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控制景深的要素是什么呢 在摄影学 它有一条重要的规律 叫做景深三要素 一景深与光圈成反比 二景深与焦距成反比 三景深与拍摄者的距离 成正比 两个反比 一个正比 光圈越大 景深越小 焦距越长 景深越小 距离越近 景深越小 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样一个要素的规则 我们很容易的去控制画面 景深的大小 或者说我们很容易预知 在即将拍摄的画面中 将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种 景深效果 这一点呢 可以用于普通的相机用户 比如说傻瓜相机 比如说手机 像手机和傻瓜相机 要想得到和单反一样 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景深效果 你无法能够调节光圈 我们用手机拍摄 就通过在距离上 离被拍摄的物体更近一点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 景深与拍摄距离拍摄者成正比 括号里面呢 提到了一个对焦距离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组微距的画面 可以看得到 画面的聚焦点 是中景上面的主体来进行对焦的 那么景深的范围呢 大致从这里有几公分的空间 假设摄像机离被摄物体更近一点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按照景深原理三要素 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 景深会变得更小 因为距离越近 景深越小 我们以更近的主体来进行对焦 或者说对焦的主体越近 景深就会越小 在景深很小的情况下 对焦尤其要注意到 我们的焦点是否能正确的对焦到主体上面 我们的对焦能否准确 之前我们说照片拍模糊了 这个就是因为快门太慢了 手抖了以后导致拍摄变护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种情况 是在景深很小的情况下 我们的对焦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模糊 在一些景深很大的拍摄下 对焦出现一点错误 画面的清晰度仍然是能够接受的范围 因为景深很大 稍微出现一些偏差 主体的清晰度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相对来说 对于小景深的对焦会更加严格和苛刻 在电影拍摄时 有一个职位叫跟焦员 他的工作就是对焦 老师摄影师不就是控制摄像机吗 为啥还有个跟焦员呢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摄像师呢 是要控制摄像机的推拉摇移和构图 特别是控制几十公斤的那种大型电影摄影机 所以摄影师是无法再有精力去精确对焦这种工作 而这个工作呢 自然就落到了跟焦员身上 其实同学们可以看一看张一谋的电影 都是有很强的景深效果 这一个呢 就有跟焦员的功劳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和景深相关的对焦控制 不论相机处于光圈优先 还是快门优先 还有手动模式 我们都牵测到一个对焦方式的控制 对焦点的控制 所以我们以及我们对焦中会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有两个 第一对焦方式的选择 第二焦点的选择 第一个 对焦方式的选择呢 实际上在我们前面的课程中 掌握相机的手动模式拍摄 就已经聊到了这个话题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 以佳人相机为例 按下AF键以后呢 要调节主播盘 控制不同的对焦方式 One shot 单次对焦 拍摄一个静止的画面 或者运动幅度不大的物体 我们只需要对一次焦 就刚好把物体拍摄清晰 而Server 连续对焦 拍摄一个运动物体 而Focus 电脑自动预知 这个物体既是运动的 又是静止的 第二个问题 是焦点的选择 那么焦点的选择 也就是在我们构图的过程中 小谨慎的情况下 你拍摄的主要对象 它出现在你画面的哪个位置 我们要把焦点换到对应的位置 这种方式呢 会在一些抓拍的场合来使用到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 只是点卡片 教育不是灌水 而是点火 十方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